到了第六個月 天使加比額兒 奉天主差遣 往嘉里勒雅 一座名叫 納澤勒的城去 到一位同精女那裡 他已與達美家族中的一個 名叫若失的男子定了婚 同精女的名字叫 馬里亞 天使盡去向他說 萬福 充滿恩寵者 上主與你同在 在女人中 你是夢俗福的 他卻因這話驚惶不安 便思慮這樣的請安 有什麼意思 天使對他說 馬里亞 不要害怕 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重幸 看 你將懷孕生子 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將是偉大的 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上主 天主 要把他祖先達美的寄助持給他 他要為王 統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遠 他的王權 沒有終結 馬里亞便向天使說 這事 怎能成就 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使答覆他說 聖神 要臨於你 至高者的能力 要被淫你 因此 哪要誕生的聖者 將稱為天主的兒子 且看 你的親戚伊薩伯爾 他須在老年 卻懷了藍胎 本月已六個月了 他原事訴稱不生欲的 因為在天主前 會有不能的事 馬里亞說 看 上主的疲勒 願照你的話 成就於我罷 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他還在說 你 是 你 你 等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